猫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小动物 我喜爱猫的原因不单只是因为它长得可爱 常够能欢喜给生活带来乐趣 而且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名出色的捕属能手 猫和虎同属一颗 它们长相相同 尽管大小悬殊 但猫却具有着虎的种种优点 强健的四肢使它有极快的奔跑速度 脚上的爪子使它不但能在平地上挤走如飞 而且能沿墙壁上防 爬树跳 追捕老鼠 脚底下的肉垫使它走起路来悄然无声 能偷偷地接近老鼠 轻而易举地把它抓住 猫还具有一些胡锁不能与之相比的优点 猫的眼睛可神了 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也能看清楚东西 再狡猾的老鼠也逃不过它的眼睛 它的耳朵非常灵活 能够随意转向声音的来处 只要有声音 哪怕是极小的 它也能及时分辨 猫的胡须很长 感觉十分灵敏 能够测量各种洞口的大小 这样一来 老鼠一旦遇见了猫 便注定是难逃了 猫只有在夜晚才显特别精神 是猫进行捕术的最好时机 白天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睡大觉 无忧无虑 什么事也不过问 有时它很贪玩 出去一天一夜也不回家 可是它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 又多么静止 它屏息凝视 一等就是几个钟头 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 我家有了猫之后 晚上再也听不到老鼠偷食的吱吱声 再也不怕老鼠会咬坏或打坏家中的物品 每晚都可以睡上一个安稳的觉 猫有时特好玩 你在桌上静静地看书或作业时 它会悄悄地来到你的脚边钻来钻去 也喵喵地不停叫几下 有时还会爬到书桌的另一面 扑在那里 静静地陪着你阅读书本 你每每会伸出手来 扶它一下 猫很可爱 也很懂人性 多可爱的小猫啊